這個各縣市的險情可以可報告 那我報告完以後補充報告了有關農會的險局的情況 那當然在會中有很多人回應 那當然包括陳市長 那直接就農會的險局做了回應說明 所以基本上事實上那一天的溝通 算是大家彼此對於看法的不同 或者傳話造成的誤解 大家基本上都能夠相互理解 所以譬如站在選擇的立場上 當然是希望每一個選手都有他的一定的責任額 那不是謊話 那當然站在地方的立場上 他們認為他們跟地方農會的關係 也不一樣在打敵人那種打謊 所以大家都彼此能夠理解諒解 所以農會選舉雖然這次沒有成功 但是失敗是成功的開始 我們做的